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现在我是mai分享的歌子 那昨天3月12号的支付宝悄悄的开放了支付宝号的注册 那我预示着又一波量号的福利要来了 那今天呢就教大家如何在没有入口的情况下注册支付宝号 Let's go 好了,前期准备就是你需要有两部手机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正在使用的支付宝 第二个就是一个你的小号或者一个新号注册的支付宝 只要没有绑定邮箱 首先打开自己原有的这个支付宝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 点击账号与安全 点击手机号 点击修改手机号 输入这个新的手机号码 这个号码是刚注册的支付宝 或者你以前注册过但是没有绑定过邮箱的支付宝 我们把它换成这个手机号之后 在这里就会有一个提示 提示说新手机号已被其他账号占用 添加支付宝号用于后续登录 手机号可用于接收短信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注册支付宝号了 然后我们操作完这一轮之后 再把手机换回来 就这么简单 那我在注册过程中 特别想注册一个Lav5201314 我发现也被人注册了 然后我又试的是Lav5211314 也被人注册了 于是我想到那首歌 Only you 所以说我注册了一个 Only you 5201314 Only you 5211314 那也算抢到了这一波支付宝号的红利 好了马上动起手来看看你的名字 是否已经被别人注册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此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了 请大家点赞关注分享评论 我是你们爱分享的哥子 我们下期节目见